怎么瘦肚子的核心秘密 今天我一个视频给你讲清楚了 视频最后呢有训练动作 你们是不是经常刷到这种无效瘦肚子的视频 肚子还没瘦呢 腰先废了 我从这样到这样 剪肚子只做两个动作 想瘦肚子就要先知道你的肚子是怎么胖起来的 当我们吃了很多蛋糕 炸鸡 火锅 奶茶 等等之后 12小时之内脂肪就会开长 但长脂肪它也是有顺序的 它会先附着在你的内脏周围 这就是为啥最为胖的是肚子 内脏脂肪长到一定比例 还能往胳膊腿上长 这些脂肪叫做皮下脂肪 当你吃的越多 内脏脂肪越来越多 所以肚子就凸出来了 仔细听 干货来了 我们的腹部结构是这样的 最底层有一层像腰带一样环绕着的东西 叫做腹痕肌 负责保护我们的内脏 收紧腰围 腹痕肌外面覆盖着腹直肌 也就是八块腹肌 马甲腺 除了帅 没什么卵用 最外层也就是皮下脂肪 但很多胖子是不运动的 所以他们的腹痕肌是收不紧的 这样松松垮垮 这样底层逻辑是不是就清楚了 想捡肚子 第一步肯定先减脂 让内脏脂肪的体积缩小 同时让皮下脂肪不要盖住八块腹肌 第二步激活你的腰带 让它收得更紧 腰围更小 第三步才是锻炼腹直肌 没有卵用的八块腹肌和马甲腺 那如何减脂呢 只要你坚决不吃这三类食物 一个月至少瘦10斤以上 那怎么激活腹痕肌呢 一按着腹部吸气三秒 二小口吐气七秒 三快煤气的时候咳嗽三声 这样操作如果小肚子硬的话 就是腹痕肌已经激活 享受腰每天早上空腹做五组 最后才是练腹直肌 也就是八块腹肌马甲腺 没有那些乱七八糟花里胡哨的动作 做这两个刻画腹肌还不出腰的动作 每个动作做五组 每组15到20次 没听懂的下载后慢慢捋 多云 多云 中文字幕牙哲三声 明镜 aga